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讨论课谈 在我们古代的 试宣家老子 《道德经》中有云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既是我们 非常深刻的 古老的哲学思想 它包含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 天人合一的思想 同时也为我们 提供了学习自然 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的 最高级的方法论 对于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这个课堂里 我将和大家一起 讨论发现自然的奥秘 探索智能的科技 这样一个主题 这个课程我们将分为 四个部分和大家一起 讨论学习 第一部分 我们一起来了解 无处不在的自然智能 第二部分 我们一起来学习 几种典型的 由自然智能启发 而研究发展的 自然计算方法 第三部分 我们一起来分析 几个典型的智能系统 其中包含了智能技术 最后我给大家介绍 智能计算 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沿 包括技术的发展前沿 和应用的发展前沿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讲 就和大家一起来 了解无处不在的自然智能 在这一讲中 我们将从以下四个部分 来讨论 自然智能和自然计算 首先 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精彩的自然世界 在自然世界中 存在着许许多多奇妙的 自然现象 也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自然机制 其中以我们人类的感知和思考能力 是最为典型的表现 当然 自然界中 也蕴含了许多其他的天然的 自然的结构 机理和智慧 包括生物的 化学的 社会的 等等各种 这些都给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 带来巨大的启发 那么自然界 经过亿万年的演化 形成了这么丰富多彩的 自然的 和复杂的 生命现象 和自然行为 那么这里面蕴含了 如此丰富的信息处理机制 我们人类 能否借鉴它 来发展出 我们的 智能的技术呢 答案 显然是肯定的 而且 我们也已经在行动 并取得了 非常不错的成绩 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案例 首先 是 我们人类 模仿自然界的物理功能 所研究的一个智能机构 智能机器 大家都知道 蜻蜓 由于它特殊的 翅膀的结构 和飞船的能力 能够 悬浮在水面上 捕捉 它的食物 小昆虫 那么 人们模仿 蜻蜓的 翅膀的 这个基底 研究了 直升飞机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家 通过模拟 人的视觉和听觉 感知的系统的 生理结构 和能力 发展了 摄像头 雷达 等等 各种各样的 反生感知的技术 第三 在大自然中 有一些 低等的 生物 它们的每一个个体的智能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它们的群体行为 却反映出复杂的 智能的特征 这些 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 群体优化的方法 比如 像蚂蚁 它在每一个个体的 行为虽然简单 但是蚂蚁的群体 却能够在 寻找食物 和回家的过程中 自动的选择 最短的路径 从这里 我们受到企划 提出了 以群优化算法 还有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 无人驾驶汽车 它实际上就是模拟了 我们人类驾驶汽车的 外界环境感知 驾驶行为决策 以及汽车控制 等等这些过程 与系统结构 而研究出来的 智能的机器与系统 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 在大自然中 存在着非常丰富多彩的 这种自然天然的 智能表现形式 我们也可以从 自然的这种 智能表现形式中 受启发 开发出一些科学技术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自然智能 什么是自然计算 自然智能 就是指自然界中 包括生命个体 生物的群体 生态系统 物理化学 社会经济 等等这些系统中 所蕴含的天然的 信息处理机制与系统 那么自然计算 就是受自然界中 这些天然的信息处理机制 启发 抽取其中的计算模式 在应于各个技术领域 而提出这些 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自然智能 刚才我们看到了 有非常丰富多才的表现形式 目前之所以 他的研究 受到这么多科学家的重视 就是因为 随着生物信息量子 等尖端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科学 和其他学科的 不断的交融 不断的取得进展 产生了一批新的 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方向 从而使得广大的 科学研究者 把目光转现了 重新转现了大自然 试图从大自然充 去发现它的 信息处理机制 获得灵感 来取得研究的突破 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学许多多的 典型案例 第一个就是我们 建议会给大家 一起来讨论 学习的 进化计算的机制 遗传上法是 进化计算中 最典型的 优化的理论和方法 这个遗传上法 就是从 自然介绍物种的进化 和遗传学 受到启发 和提出的 智能优化方法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这里看到的 DNA计算 大家都知道 DNA是生物中 承载遗传信息的载体 但是科学家 从DNA 承载遗传信息 它的优化机制中 受到启发 研制出了 以DNA的容易试管 来完成 复杂的科学计算的 计算方式 我们称为DNA算法 另外一种 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人工免疫系统 免疫功能 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 包括人类在内的 生物所具有的 独有的 自我还育的能力 它是一套 非常精妙的 系统和机制 从这个系统和机制出发 科学家们 提出了用 免疫计算的方法 来求解 复杂优化问题 现在这个方法 已经广泛应于 机器学习 计算机安全 等等各个领域 链子世界 是微观世界 它的 运行的法则和规律 和我们宏观世界 是不一样的 这其中 也蕴含了 丰富的 精巧的机制 科学家从 链子计算的 这个机制里面 受到启发 提出了 链子优化计算的方法 提出了 链子加密 和解密的方法 甚至也在研究 链子计算机 这也是 从自然智能中 获得启发 所提出的 自然计算方法的一种 好 从 刚才我给大家 介绍的各种 从自然智能 启发的 自然计算方法 大家可以看出 从大自然中 我们可以得到 启发 研究新的 自然计算理论和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几种典型的 经典的 自然计算的 研究的一个 发展历程 具有典型代表的 一些成果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20世纪 50年代 我们从 固体的 降温的过程中 得到启发 提出了 模拟退火的算法 在1969年 专家系统 作为人工智能里面 最经典的 研究成果 受到广泛的重视 在1975年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 遗传算法 提出 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1989年 在群智能领域里面 禁忌搜索 被作为一个 有效的方法 提出来了 接下来 在群智能计算 这个领域里面 以群算法 作为一个 有效的新方法 也受到了 科学家的 广泛的研究 粒子群算法 是 继 前面几种 群智能算法 以后 作为最经典的 一个典型案例 在1995年 被科学家提出来 2005年 有研究者提出了 人工分群算法 最近的2010年 有一种称为 发学反应的优化算法 也受到了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 以上可以看出 自然计算的方法 在研究者的领域里面 受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 研究成果 那么下面 我们再看看 自然计算 和人工智能 它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自然计算 会在人工智能 这个领域里面 会受到如此的重视呢 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首先是 人工智能 这个领域里面 它非常需要 具有坚实 数学基础的 这样的计算理论和方法 而自然计算 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自然计算 它是集信息论 概率论 优化计算 等等数学主题 为背景的一种 计算理论和方法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自然计算本身 也需要 人工智能的问题 来驱动 它进行深入的发展 因为企业者 它是采用了数学工具 来模拟自然计算的方法 进行知识表示 推理和学习 它最终 要用于解决 人工智能领域里面 复杂的问题 来证明 自然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所以 自然计算 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 受到深入广泛的关注 就是这样上述的原因 那么 千千万万的方法 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来 对它进行归类 大致上 我们可以把 自然计算的方法 分为四大类 这分为四大类的原因 也是从它受到 自然自能启发的方式的不同 来分类的 第一 我们 第一类 我们称为生物启发计算 这主要包括 从生物个体 生物群体 生物的生理机制 所启发而来的计算模式 第二个 我们称为净化计算 这个最主要是从 物种进化的理论和 遗传所 所启发的 计算的方法 第三个 群体自能 这个主要是指 从生物群体 它的社会行为 所带来的 自能的处理机制 而形成的 群自能的方法 当然最后 还有一些基于物理的 化学的 数学的 社会认知的 等等各个领域 所启发产生的方法 我们归为另外一类 下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四个典型的 自然计算的案例 第一个 我们从生物启发计算 这个角度 来给大家介绍 生物启发计算 和传统人工智能 它最终不同在哪里 传统的人工智能 我们一般是 征询自善而下 一个系统的 完整的设计的方法和理论 而生物启发计算 与之相反 往往是采用自下而上 分而自制的方法 来提出的计算方法和模式 而且生物启发计算的方法 通常它是包括了一套 简约的规则和一组结构 比较简单的群体 通过迭代的方式 来应用这些规则 最终在反复应用这些规则以后 会产生一些复杂的行为 当这些复杂的行为的复杂性 急剧积了以后 就会出现复杂的智能效应 从而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的问题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一种是 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基于人体免疫系统而启发提出的免疫算法 关于人体免疫 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这样的基本知识 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个图 人体的免疫系统 实际上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 当外界有病毒入侵的时候 当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 可以叫抗原 那么人体会有两种细胞来抵御 一种称为08T细胞 一种称为08B细胞 08T细胞主要是为了进行细胞免疫 来抵抗病毒入侵 而08B细胞是产生进行体液免疫 在08T细胞抵御外界病毒入侵的过程中 08B细胞会通过人体的免疫机制 去刺激分析产生抗体 而且把这些抗体记忆在人体免疫系统的记忆细胞中 那么当下一次还有同类的抗原入侵的时候 你们把T细胞可以从记忆细胞中自动获得记忆 自动产生抗体 使得人获得免疫 而且这个免疫的过程 还可以在人体的免疫系统里面得到不断的调节 记忆强化 这就是我们人体免疫的基本原理 所以人体免疫系统具有什么特点 人体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异己 能够消灭异己 而且具有自主的信息处理的机制和功能特点 它能够产生多样化的抗体 也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 还具有记忆的功能 那么科学家们模拟人体的免疫的机制 就提出了人工免疫算法 是怎么样模拟的呢 它可以把实际的问题 它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模拟我们刚才说的抗原 就是外界病毒的入侵 而将问题的可行解 模拟为抗体 把问题的可行解的目标函数 就代表了这个抗体和抗原之间的轻和度 优先选择那些 与抗原轻和度比较好的 而且浓度小的个体 进于下一代 以实现对适应值好的个体的促进 通过这样的一些迭代过程 那么对于浓度大的抗体进行抑制 对于浓度小的个体进行增强 使之在进发过程中产生免疫的多样性 而避免陷入局部最优 最终通过记忆单元的作用 来提高局部射手的能力 最后能够实现免疫计算 加快计算的速度 获得求解问题的最优解 从上面这个极致我们看出来 模拟人体的免疫机制 我们可以提出人工免疫的算法 那么另外一种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进发计算 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物种的进发过程中 按照进发论的观点 生物的种群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可以看看这里的进发术和一个人体 从我们说从猿猴进发的人的一个过程 就符合了我们刚才说的 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进发计算了 进发的这个过程中 物种可以保留自身的基因特点 而且还可以进行不断的交叉和变异 获得新的性状 而那些性状比较好的个体 又能够获得好的生成的概率 从而一代一代累积 不断的提高物种的生成能力 和它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里面就蕴含了一种 非常强的优化的机制 那进发计算 正是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过程 采用一种群体导向 随即搜索的技术和方法 来实现优化 它这里采用了三种简单的遗传操作 一种称为复制 这对应了我们在生物界中 种群个体繁衍的过程 实际是指染色体基因的复制 第二个交换 也称为交叉 这模拟了我们生物界中 两个附带个体进行基因交叉 产生新的下一代个体的过程 这其实也是一种基因重组的方式 第三突变 虽然在进化过程中 每一代的下一代个体 都和上一代个体比较相像 具有类似的基因特点 但或多或少 总会有一些变异的特征出现 突变就是模拟了基因变异 这么一个机制 有了上面这三种 进化的算法 算子 我们从而提出了这个进化计算的 四种典型的方法 这四种典型的方法 一个是遗传算法 第二个是叫进化策略 第三个成为进化规划 第四个成为遗传程序设计 我们也成为遗传编程 当然进化计算的方法 还在不断发展中 有各种新的方法 不断被提出 但这四种 我们一般认为是经典的 进化计算的方法 我们以遗传算法为例 我们来看看 遗传算法是由 一位美国大学教授 在1975年所提出的 它是从自然界的进化准则 四者生成 优生劣汰的准则 以及生物学的遗传原理 启发而来的 那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基本过程 因为它是个群体 随即搜索 首先我们会 初始化的产生一个 个体的群体 把它的可行解 编码表达为软瘦体 这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 实际就对于软瘦体的一个实体 对每一个编码好的群体里面的 软瘦体实体进行 适应值的计算 适应值高的 获得更大的选择的概率 进入下一代 繁衍下一代个体 在繁衍的过程中 同时又会模拟 刚才我们说的 进化过程中的交叉 和变异的机制 来使个体的基因 有重组和改变的可能 最后 新的种群 代替了旧的种群 从新的种群中 具有适应值高的个体 又进入到下一代 如此循环 当满足种子条件的时候 我们再从这些个体里面 找出最优的个体 作为最终的解来输出 这就是 遗传上法 模拟进化计算的过程 进化的过程 来提出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 典型的是群体智能 群体智能 它的特点 非常薛明 在自然界中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那些复杂的 精巧的一些生理机制 包括还有进化的一些 优化的机制 还有一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有一些低智能的 或者具有较低智能的昆虫 或者是低等动物 它的每一个个体 虽然智能程度不高 但是当它组成一个群体的时候 它却能够表现出复杂的智能行为 这一类比如我们生活中 它是采用分布式的控制 它不存在中心控制节点 第二个 它一般具有比较好的扩展性 因为它是基于群体的 第三 这样的方法一般实现比较简单 第四 这种方法一般具有比较好的自主自信 那群体智能的方法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群体智能的方法 最典型的首先就是 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过的乙群算法 蚂蚁 每一个个体的智能程度是非常低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 当一个蚂蚁组成的群体 它在觅食的过程中 它总能够找到 从它的食物到它的巢穴最短的路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蚂蚁 它在觅食和回家的过程中 会通过它产生一些外信息数 遗留在它走过的道路中 而这些信息数 会随着蚂蚁走过的数量的增加 而浓度增加 而蚂蚁又具有一种寻技 寻着嗅技前进的这样的特点 浓度越高 它经过的蚂蚁就越多 这样不断的强化 蚂蚁的整个群体 就会以较大的概率 来沿着最短的路径前进 所以大家看出来 这么低等的生物 群体行为却具有复杂的智能的表现 第二个 大家可以看看第二种 成为这个鸟群 鸟 在觅食或者在飞行的过程中 也表现出智能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大叶 在迁徙的过程中 它会按照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队形来飞翔 因为那叶的话它最省力 而一群麻雀 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总能够快速的 整个群体找到食物 这也是因为他们 具有相互的一些通信机制 所以这些智能程度不太高的动物 在群体行为的时候 能够表现出很高的智能 另外一个就是鱼群 大家可能在电视 或者是在其他的场景里面看了过 智能程度不高的鱼群 当它为了逃避它的天敌的时候 或者为了去捕食的时候 也能表现出很高的智能程度 还有一种就是蜜蜂 蜜蜂 每一只蜜蜂 虽然它的智能程度不高 但是蜜蜂在它筑巢 在它采蜜 在它复现通信 在它回家的路途中 它却表现出很高的 社会行为的智能特点 所以上述这些 都是低智能的低等的动物 它的社会行为却做 比较复杂智能行为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从群体行为中 我们启发研究的群体智能 我们以其中的 蚂蚁的群体行为为例 我们来讨论 蚂蚁大家都知道 智能程度很低 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但是它在觅食和回家的路上 却能够表现出 自动的路径寻幽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蚂蚁虽然 它个体的结构和行为简单 但是它的行为 是具有高度的社会化 它群体的行为的能力 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复杂程度 它具体的行为规则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每一个蚂蚁虽然是 无规则的行走 但是它是沿着嗅集 来随即的寻找食物 如果它发现了食物 它在一边往巢穴 搬运食物的过程中 在沿途会留下可非发的外极树 而这个外极树的强度 与它发现食物的品质和数量 是成正比的 而其他蚂蚁 在遇到这些外极树的过程中 它也会循迹前进 当然同时 它也会依据一定的概率 可能会选择其他的道路 那么这个蚂蚁的走势力 也和嗅集的强度 是成反比的 就是以上三个规则 蚂蚁的群体 这种在寻找食物和回家的过程中 就表现出能够自动寻找最短路径的 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智能行为的表现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好 我们假设蚂蚁是从这个乙穴A中出发 随机的行走 当它在C这个位置发现了食物 那么它可能沿着道路是从C到A 这个比较短的路径回家 它也可能沿着CB然后到A 这样一个较长的路径回家 那么不管这个蚂蚁是从哪个路径回家 它终会在沿途留下它的外基数 那如果它随机的行走 如果它从C到A 很显然距离很短 那么它来回的次数会比较多 它外基数飞发的时间就比较少 浓度就会强 而如果沿着C和B再到A 因为它距离比较远 它外基数留下来 被飞发的程度比较高 而浓度会比较低 按照我们刚才的规律 如果有另外一只蚂蚁 来到这个食物品上的话 它到底会以多大的概率 沿着C到A 还是沿着CBA呢 很显然 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 它会更大的概率沿着 从C到A这条路径 那么同样 第二只蚂蚁 另外的蚂蚁 也会留下细数 这样的话通过不断加强 其他的蚂蚁就会以更大的概率 沿着C到A了 这就是蚂蚁的群体 会自动寻找最短路径前进的 一个机制和原因了 蚁群腰化算法 是在三个世纪提出来 而得到广泛应用的 那么它的特点是 模拟了蚂蚁的收费行为 而且算法具有较前的鲁办性 也具有很好的分布性的计算机制 而且易于和其他方法结合起来 那么刚才我们一起讨论分析了 四种典型的自然计算的方法 当然除了上述的四种计算方法以外 我们这里还会看到 通过物理的 发学的 数学的各种方法 仍然有学习多多的自然计算的方法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模拟退火的方法 面子计算的方法 以及发学反应的方法 粉症计算的方法等等 以模拟退火的方法为例 它模拟的是 固体在加热 以及在温度渐低的过程中 这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从物理学的常识可以知道 当固体内部加温的时候 它内部的粒子会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变为一个无序状态 内能增大 当它的温度慢慢渐低的时候 它的粒子会渐渐趋于有序 它会在逐渐渐低的过程中 在每个温度都趋于达到平衡 最后的残温状态 恢复到一个内能最小的状态 那么模拟自然界中固体渐渐渐的过程中 科学家提出了模拟退火的算法 这个方法是基于概率统计中的 随机的迭代求解的方法 从一个较高的温度 逐步下降到较低的温度 从而使得在计算的过程中 以更大的概率跳出局部最优状态 达到全局最优状态 好了 刚才我们回顾了 自然计算的几种典型的计算方法 当然 从自然自能到自然计算的方法 还有许许多多 在我们短短的这一讲里面 不能一一为大家介绍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 还可以继续来看看我们拓展阅读的材料 来感受从自然世界到自能的科学的方法理论 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过程 好 今天本检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一检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讨论 视听系统和反生感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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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